大家好,今天是10月31日,10月最拉尾的交易日 新的11月期止 星期二,所以一定有嚴正聲明 騙徒仍然在做事 如果有懷疑的話,請你打18222 我個人並沒有App的群組,沒有Telegram,Facebook等等 如果是唯一跟大家見面的,就是在這裏 其他都不會有其他東西 希望大家留意 第一,看看北水 北水方面,好像仍有多一點點 希望繼續累積累積 累積有動力 再其次,看看板塊方面 板塊方面,只剩下石油 天然氣,家庭,用品 其他東西會有升 其他全部都會跌 當然,我們要找銀行在哪裏 銀行在這裏 地產到哪裏 地產應該都會比較低落 去到這裏 所以地產這裏,銀行這裏 所以整體,這兩個大份的東西 都會跌的話,基礎 就會影響到的 你問我問,為何不是這個 美國的這些波技股 銀行百業之母 剛剛不可以,什麼都不可以 然後,地產佬的時候 也是佔據經濟一大的主體 特別在債務方面 它不可以,那又不可以 只是這樣看 很簡單的 然後,我們看看國別的股票方面 也不用看了 一片錄了 一片錄的時期之中,就不能搞了 有網易 有石藥集團 其他反向的 ETF 另外還有好的 就是金絲瑞生物波技等等 個別的衣物分別 就會猜 就會有人 好的是保持表現 其他就沒有什麼 然後,我們看看期子 現在的11月期子 升上去之後 就不能上去 那又跌下來 那跌下來怎樣呢? 我們要看看它就在這裡 基本上 現在 期子 就在這裡 但是 17.7點左右 維持了幾天 如果17.7點 真慶應真是破落了下去 這樣就不太陽了 不然就守住這裡就不錯了 同樣 如果周線圖的話 它是17.7點 就是守住這裡 如果破了下去的張 又如何呢? 那就沒有八折了 就去看看這些東西 你說 好沒有要跌下去呢? 又好又不好 沒有辦法的 跌下去之後的時裝 更是因為很大撒傷力 如果真是你不跌下去呢? 你又不知道那些人仍有多大力度呢? 你現在在這裡的時候 是否存在很多很多的淡倉 來做呢? 要沽貨的人 是不是應該已經沽得七七八八呢? 現在接貨的人 是不是已經是真真正好的實力 捧著貨就不出呢? 這個我是不知道的 唯一就是要看看 它會不會再跌下去 好了 那接著之後呢 我們看看 那麼淒厲的時刻 可以有什麼看法呢? 看看中國中藥吧 都要去做 了嗎? 那麼 我們要做一些衣服 這麼多的衣服